為什麼吃東西要盡量多吃一點點有纖維質的 因為它就會幫助你的腸的蠕動 比較不會生的有的 一般比較容易得癌症的 一般就喜歡吃肉 不喜歡吃菜的就比較容易得 那當然也不是說吃菜的就不會有癌症 因為癌症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就剛剛那個絕觀力 絕躁力不夠 然後另外更重要思想 思想打結 常常在生悶氣的人很容易得癌症 不要隨便生悶氣 所以是要讓自己開心一點 不要常常在悶著 有些人太聰明 所以常常在生悶氣 就不滿 那個很糟糕 聰明就反變聰明物 我們讓自己簡單一點 輕鬆一點 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 好